冰城一名42岁的单亲妈妈利用丈夫暴打孩子 还想病重没钱看医生等等凄惨骁遇 在网上向至少6人借了超过2万令吉 之后却以诸多理由借钱不还 还只借钱者逼人太甚 受害者一片好心返交忽勉 忍无可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警惕大众 冰城一名女子在网上自称是单亲妈妈 没有收入的同时还得抚养4个孩子 向同情或怜悯她的善心人士借钱 不过她借了钱之后却不还 甚至还污蔑恐吓和勒索借钱给她的人 目前已经有多人受骗 涉及金额超过2万令吉 其中一名受害的杨女士哭诉 她因为同情这名女子的遭遇 动用养老金 前后借出了13500令吉给对方 没想到后来追讨这笔钱时 反被对方污蔑 最终只拿回了1000令吉 我这个差不多60岁了 退休的老人家 那个是我的养老金来的 我这样同情你 反而这样来说我 来毁了你一生 我怎么又毁了你一生 另一名受害者林先生透露 这名女子以经营网卖生意为由 游说她投资生意 只要投资1000令吉 就可以拿回200令吉的盈利 于是林先生出于同情 将1000令吉借给对方 但是投下的资金一去不回头 她还表示 这名女子经常和男性网民聊色情话题 然后录取谈话内容 在恐吓和勒索 她在电话上跟你们黄色的私聊 她会把那些私聊传播 跟你怎样要权 如果你没有给她 她会传到你的太太的手里 做到人家有一些网友的家庭 差不多要离婚了的 所以这个很可恶你知道吗 六名受害者今天在 宾州民政党妇女组发言人 王旭冷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揭发这名女子借钱不还的诈骗过程 避免再有其他的受害者被骗 同时已经向警方投报 要求警方介入调查 请不吓人家庭